美女会奇怪的变身 只见她眼球变成玻璃弹珠 不仅长了落腮胡子 嘴唇微微一收 插她一下 就变成诡异的小花猫 老师刚开始计时 她就长出了一对两米来长的翅膀 扑扇几下就飞了起来 可是下一秒 身体就增大了几十倍 还不断地发出佩奇的声音 老师都蹦了个蹦 这个似不像的小怪物 最后由于体力不知变回了人形 由于她不能成功变成猫咪 被分喷塞了失控板 考核飞行器的学生 不仅在空中停留30秒 还要平稳降落采算通过 而轮到背包男孩 她解开背包后竟然直接飞到了房顶 老师让她赶紧下来 可这时候却办不到了 校工搬来电梯将男孩救了下来 为了不飞出月球 她包里装满了石头 火焰锡的考核方法是点亮蜡烛 轮到卷毛时 却从手里刺出了一股黑烟 她又稍作调整 现场浓烟滚滚 差点没把老师给熏成熟食 毫无悬念的卷毛也被分在了失控板 而黑面的考核也遇到了麻烦 人家都是将桌子上的物品 拿到自己的手里 而她只能将花瓶快速地推出去 更可怕的是 还不能完全地掌控好力度 至此施工盘成员到齐 而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就是要获得神秘的扫把 这个女人不是人 插的一下 就变成了企鹅的翅膀 大熊猫的脑袋 你说精彩不精彩 因为没有成功变成猫咪 她被分到了失控板 而令人激动的是 她得到了一把神秘的扫把 让女孩想起了哈利波特 所以毫不犹豫地骑了上去 看着都疼 所以她的特别之处不是飞 而是可以扫地 但是扫着扫着就不对了 她发现变成细在上课 然后就赶紧做起了笔记 看到人家撸猫的样子 她也着急了 竟然扫到了教室里 装作跟小猫很熟的样子 把猫咪从老师手上抢了过来 感受到猫咪的柔软 正当她闻出猫是咖啡的味道时 猫咪一声吼 吓得女孩破了枪 咱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好老师及时赶到 让她深呼吸放轻松 这才压制住她体内失控的魔法 而她的好友火焰女 虽然轻松通过了分班测试 但火焰般的压力实在太大 她以为自己用魔法 考出的包米花非常完美 当老师拿起一颗放进嘴里时 咯噔一声 差点没把牙齿送走 为了赢得眼前的男神 她来到囤书馆 却在地上发现一本诡异的魔法书 她好奇地打开书 屋里的灯瞬间全部熄灭 合上后灯又亮了起来 吓得她赶紧放下棵书 而书又自己跑到书桌上 她内心慌的一批 跑回了家里 但她发现魔法书竟出现在了床上 不仅如此还自己翻动起来 正是崩崩米花那一夜 她想提升这一能力 不自觉地拿了起来 接下来发生更诡异的一幕 魔法书里的字全都活了起来 围绕着女孩转起来圈圈 字幅旋转得越来越快 女孩觉得呼吸困难 伴随着一阵旋风 文字竟然钻进了她的身体 瞬间打通了她的人度二脉 等再次比赛崩放米花的时候 别人一顿一顿地崩 她微微打开双手 仅用了0.66秒的时间 全部完成 她出色的魔法能力 得到了校长的认可 并且成功地获得肖庆表演的机会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火焰女一杯黑花 想毁灭整个学校 很快就迎来了肖庆 她手上的火球越来越大 随后身后长出了虚幻的影子 接着女孩被黑暗实力彻底吞噬 成了一个黑影巨怪 现场变得一片混乱 召唤戏喊出猛兽 可飞来的大雁背着怪物吓了一跳 赶紧掉头就跑 在强大的气压下 飞行戏也根本分不起来 而边形戏更是离谱 只能编成家里的宠物 火焰戏对她释放火球 可却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闪烁戏想把怪物分解 没想到竟把怪物拉出了108个分身 就在情况越来越糟时 失控班及时赶来 力大无穷的黑妹对着怪物一招挤压 成功将她变了回去 卷毛放出烟雾阻挡怪物的视线 最后女孩一个变身 一跃飞到了空中 绕着怪物转了666.66圈 怪物因为晕车倒在了地上 然后女孩陷出原形 成功装换了怪物体内的火焰女 一个火球瞬间就让怪物变成了扎扎灰 几个人的表现 让学校废除了失控班 从此大家都用各自的能力 在一起快乐的学习和玩耍 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闪光点 不要让世俗的眼光 去改变独一无二的你 男孩变异了 他刚拿起杯子 瞬间就捏得细碎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有的洪荒之力 随后陈好匆忙的来到学校 开门时 红木做的把手轻松被他拽了下来 看愣了一旁的小孩 体育课长老王问道 谁能跟我牵手下中国功夫 同学们全都举起了手 只有陈好缩回了脚 没想到老王偏偏就选他这个小不点 上来就吓唬小孩 把他怼飞了出去 陈好刚拿起武器 老王又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打得陈好只有抱头躲闪的份 最后一击让他彻底觉醒 我的天哪 老王脸都变黑了 陈好显得格外轻松 随后他轻轻那么一推 老王就飞出了几米远 彻底蒙了个灯 陈好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 丢下棍子撒腿就跑 同学们全都哑妈呆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昨天 陈好来到鬼屋门前 谁知一个三条腿的蚂蚁爬上他的脖子 朝着大动脉哭吃就是一口 体内的细胞发生了贬义 陈好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 扁进一下晕倒在了地上 等他第二天吃饭时 便发现了不对劲 之后陈好来到了厕所 想放松一下 结果小便吃冒起了烟雾 液体变成了滚烫的200开 下一秒 他疯了哭吃一口 半米后的字典就被咬了个窟窿 蹲在窗台上就往下跳 摔得那是一个疼啊 原来好友小帅帮他探索超能力 十米外的面包 就能闻出是巧克力夹心的味道 只是上厕所有点飞马桶 就是不知道这超能力能干嘛是 两个小孩一顿折腾 还设计出一套战俘 取名战俘 随后两人出门寻找行侠仗义的目标 就是这么巧 一个坏人正在抢包 眼看就要跑掉 只好脱了外套露出战俘追过去 结果被劫匪和蔼的表情 吓得连连后退 一不小心还推到了桥上 劫匪看情况不妙撒腿就跑 没想到被陈好一下扑倒在地 轻松地制服了他 当他想给小帅显摆一下超能力时 却怎么也不行了 小帅拿起糖果消了起来 原来陈好靠着吃糖才能维持超能力 于是好友又帮他改了一下战俘 又配备了猪听器 之后欺负小孩的双胞胎 被他看到 就给刀挂起来 一包软糖下肚 车祸现场的吉普 只好随手一抬就飞了出去 就这样他很快伤了头条 成为了孩子心中的英雄 这天安娜正在占地海报时 镜子里冒出了一个黑衣人 吓得他喊破了喉咙 等姐姐赶来时 他们已经飞走了 只留下了海洋之星项链 第二天学校里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一个孩子被挂在了屋顶 危急时刻 只好换上战俘就爬了上去 为了制造紧张感 中途还接了个骚扰电话 结果救下来的却是个人偶 原来这是安娜姐姐的求人方式 视频中安娜被囚禁起来 劫匪的条件是拿两包辣条来换 随后陈豪靠着香料的气味 找到了劫匪所在地 这里正是他被咬的地方 可陈豪要进去时 门前却挂了一把锁头 这次他要用秘密武器了 童子尿能开锁 男孩哼着摇篮曲 铁锁就被腐蚀的吸碎 进入屋子 周围的环境十分的诡异 箱子里喂养了很多爬虫 在一块塑料大棚里 他成功找到了受困的安娜 正当男孩要救人时 事后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他四处查看 突然 一个怪物从天而降 把陈豪逼进了玻璃柜里 看着男人奇怪的打扮 应该也不是一般人类 原来男人是一位生物学家 咬陈豪的毒蚂蚁也是他研究出来的 他为了自己有超能力 将跳骚的细胞打进了身体 可他必须要吸血维持 就在这时警笛声传来 男人想逃离现场 可啵啵勒已经包围了这里 跳骚隔肩壮 蹭的一下就跳走了 安娜和陈豪也成功被救 第二天陈豪正在上课时 跳骚隔来到了学校捣乱 抓着小帅离开了这里 男孩不会飞 只好咬下自行车的锁 骑着车子追了上去 穿过小树林 凭着自己二十多年的嗅觉 成功在大树下找到了小帅 并救下了他 这时跳骚隔同天而降 一个巴掌 把陈豪推出了两里地 陈豪用头盔骗了跳骚 小帅偷偷拔掉他的工学管 陈豪补充了能量 高手间的对决正式开始 两人在空中摆好之势 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狂当一拳 跳骚隔就被怼出了八千米 脑弓鞋不足的他 老汉腿都犯了 但还是迈着招四的步伐 一步步向陈豪逼近 结果陈豪把他举在了头顶上 向坡下一扔 那满身的牙签看着我都疼 看完这个电影我有点紧张了 刚才被蚊子咬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超能力 感谢关注淡胆 下次见拜拜 男孩一个猛子扎进鳄于嘴里 随着一道彩虹闪过 一口将小男孩吐了出来 我得个乖乖 满身都是小米粥 原来他是为了捡这块许愿石 这时身后的鳄鱼正在靠近他们 竟然直接站了起来 孩子们吓得哑麻呆住了 接着更多的鳄鱼都觉得自己行了 他们见状不妙撒腿就跑 鳄鱼在身后紧追不舍 眼看就要成为巨鳄的下午茶 卷毛对着许愿池说 来个灰飞的救救我们 这是一只大鸟飞来 穿过了天空 扔在了城堡上 鳄鱼居然可以飞烟走壁 连牛顿打野都慌的一批 男孩马上许愿赶走鳄鱼 可是头上居然长出了耳包 矮妈刚才出错了 现在重来 紧接着一股大风挂来 鳄鱼被吹上了天 男孩们觉得 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李普到家了 于是回到家 许愿变出了一个发射器 把石头扔向天空尽头 这片萧恩从树上掉下 意外获得许愿石 试图发出声音许个冤枉吧 萧恩半信半疑地说 希望自己有一群厉害的朋友 说完许愿石一闪 从天上降落几颗外太空飞碟 这是他的第一个朋友 萧恩把他们装进书包带回家 书包放在地上 谁知外星人经自己拉开拉链跑了出来 你有这么牛的外星朋友吗 两寸的巧克力蛋糕包你拿过来 一只母的公斤也给你安排妥妥的 只用了萧恩一个眨眼睛的时间 国外版的马汉全息就做好了 看到这一幕真是羡慕嫉妒恨了 宝三后他带着外星朋友来到卧室 随后捂住眼睛 小可爱们把地上的高等数学 一本本整齐的马放在书架上 把伞了几年的臭袜子塞进抽屉里 乱放的玩具也都摆好 八年不用的书桌收拾的板板正正 你别看他们长得小 干几活来那是一个正经 看着欢然一新的房间 男孩想让外星人帮他清理牙齿 张开樱桃小嘴 外星人开启了清洁模式 不仅帮他去掉了多年未洗的牙套 还帮他固定好了牙齿 萧恩说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欺负 说着外星人降落在脸庞旁边 顺着台阶滑了出来 不吃就是以下 于是第二天他梳着发歌的头行 交出书包里的小朋友 卖着我训歌灵魂的机械舞步 直接被外星人带着飞到了学校 不出意外的这几个熊孩子 被外星朋友教训了一顿 随后他们在书包里听着Rapper 万万没想到的是顺着缝嗨了出来 课堂被搞得一片狼藉 萧恩和萧花不小心滚出了教室 帅得生活不能自理 这天晚上母亲来到萧恩房间 发现了许愿石 捡起来放进包里 在舞灰的门口 突然发出七彩光芒 接着这俩人就编成一个人 这时老板出来了 他俩赶紧锁进小树林 萧花走出来 发现了里面的魔法石 无意中把哥哥编成了爬虫 还让亲爹长出了猪耳朵 给自己编出一辆火箭摩托车 一脚地勾油 每代减速地扎进了垃圾桶里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块石头的魔力 全都抢了起来 结果被萧花的亲爹捡到 他许愿拥有花不完的马内 站在锯款上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件马内越来越多 一个眨眼睛的时间 便高耸入云 只因为他有一个神奇的石头 可以许愿成真 这是孝顺的女儿出来说句话 下秒男人从高空掉落房顶 而手边的许愿石也掉了下来 正好被手快的保安接住 就在他许愿的时候 一边的萧花出来截胡 保安瞬间变成一根香喷喷的肌肉肠 男人被白米高的男孩救了下来 又捡起地上的骑士 许愿要变成最厉害的男人 接着他的右脚就长出了无数的铁块 顺着大长腿慢慢的包裹到右臂 只用了0.66秒的时间 就变成了一个钢铁巨人 专坑亲爹的亲女儿许愿 变成了一只6.66米的大黄蜂 上演了一场大黄蜂对青天柱的好戏 哥哥也许愿变成了大使可浪 肖恩召唤出他的外星朋友钱来帮忙 这是一个满级人类幼崽拿捏了全场 他让突然飞来的鳄鱼 定格在半空中成了雕塑 小手一晃 把他们之前许下的愿望统统收回 一个个都变成了正常人 他看着眼前满是欲望的人类 决定彻底消灭这块神奇的石头 突然许愿石飞到空中 不断地旋转 漩温越来越大 最后化成科技粒子消失了 接着一场透心凉的大雨凭空而下 彻底叫醒了他们 投机取巧的成功是短暂的 只有勤奋努力 用知识强大自己 才会长长久久 喜欢的可以看原片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见拜拜